那檔其實基本上它是 就是其實它就是一個壓縮檔 它其實就是你也可以把那個 它副檔名是JAR有沒有 你可以把它副檔名改為VIP的話 基本上它裡面就可以看到裡面有一些 你也可以把它解出來 然後裡面一定會有個.class的檔案 只是說把它封裝起來 那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要怎麼樣 我剛剛把這個把它放上去 這個剛剛的這個畫面 你只要照就是幾個細節 把它稍微改一下 應該可以改得出來沒問題 改出來之後的話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怎麼樣輸出成一個JAR檔 可以直接脫離Eclipse 就可以給別人去使用 但是還是有些問題 因為那個JVM的版本 因為有32跟64 我在這邊好像有遇到一點點問題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 那這邊 第一個要怎麼樣輸出 其實非常簡單 如果你已經做好了這個class 那這個class 比如說我在Sample 在這裡這裡面 那假如說我這個地方 JARP Sample 這個專案 其實你可以 這個class 你可以把它按右鍵 右鍵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這個 這個 匯出 那匯出裡面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在 這邊有一個Java的一個Folster 你可以把它展開來 裡面的話就有一個JAR 或者叫可執行的JAR檔 對不對 那這個地方的話你就按下一步 下一步 他問你說呢 你要放在哪個位置 那這個位置部分的話 你可以把它放在 看我把它放在桌面上 或者是其他地方 不過有的時候放桌面上 因為有那個 之前有遇過就是說 那個桌面 有中文的 不知道是不是跟中文有關係 所以RUN不起來 後來放在耕屋就可以RUN 那最近又發現那個 在32環境 32環境是RUN沒有問題 可是在64位元環境下面RUN就有問題 那另外就是 我在其他環境 做好的JAR檔可以RUN 可是我用這個環境做出來JAR檔 不能RUN 會有這些一些一些的問題 那不過沒關係 這地方我們可以做一個TEST 比如說我放在桌面上好了 我給他一個叫 MANCE CAI好了 這個檔案我把它放桌面上 按儲存 那儲存之後的話 那這邊你可以選預設的 按完成 他就自動幫我怎麼樣的把它匯出去 不過他有一些警告 按確定就好了 那這個時候呢各位可以看到在桌面上 就會有一個這個 那你把它點兩下之後 應該就可以RUN了 不過我剛剛試一下 沒辦法RUN 可能再Check一下是不是因為我們Compire 是64的關係 或者是 因為我在其他環境下沒有 Compire 32Win的環境下 做好的 OK 沒問題 而且流程都一模一樣 可是在這個環境下 就不OK 我們再Check一下看看什麼地方的問題 那等一下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或者是說你也可以在Eclipse 配合那個JavaSensor 試試看 也許就可以了 這地方可以 那我們這地方RUN出來之後的話 就可以直接把它執行 可以拖離Eclipse去執行 那另外順便講一下 這個地方呢 它的副檔名 是一個JAR的檔 那實際上它是一個壓縮檔 那壓縮檔之後 其實裡面會有.class的一個檔案 那.class的檔案 實際上呢 它是可以被 被再轉成轉回Java檔 這地方我想等一下再看好了 那請各位試試看 就是說 第一個 請把剛剛的這個部分 轉成JRChampagne的版本 然後試試看 輸出成JAR檔 看看能不能正確的Work 來畫面先畫給各位 想要 想那個會出 按右鍵 會出 這個JAR可執行檔 按下一步 那這邊 剛剛應該漏掉的這個地方 這個啟動配置的地方 你啟動配置的地方 要選的是同一個 就是我們的這個class 選自己的class 我再重新來完成 按4 確定 那把它弄起來應該是OK的 好 沒問題 July是7月 剛好這個月是7月 OK 好 那另外順便講一下就是說 其實這個JAR檔 如果你把那個 目錄裡面的 目錄裡面的這個 這個目錄 這個目錄裡面的那個 資料夾 資料夾這個選項 裡面有一個那個 有沒有 檢視裡面有一個 預設是不要看到副檔名 有沒有 這邊 這邊把副檔名打勾 取消掉 然後如果看到那個副檔名的話 副檔名原來是 點JAR的檔 對不對 那如果你把它改什麼 改成ZIP 按個Enter 然後 其實把它打開來 基本上 它裡面就會有class 其中一class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剛剛的那個class 那順便講一下 因為當然這 這是你要學習的話 那會想說 其實網路上 你就只要找一下那個 搜尋一下 JAR的遊戲 就會一堆 你可以在Windows下 可以玩很多遊戲 而且可以找到很多的 人家已經寫好的 這些sauce 程式 那實際上 如果你是點class 那我們程式在撰寫的時候 它副檔名 點java 對不對 點java compile之後 就是點class 那也就是說 那也就是說 假如 如果你今天需要 有沒有 需要 如果你可以 網路上抓很多JAR檔 然後你需要怎麼樣 需要把它裡面 看一下人家怎麼寫的話 有沒有辦法 那當然基本上是有的 而且其實非常的簡單 其實JAR 這個JAR的保護 其實非常的弱 那要怎麼樣 可以把它裡面的sauce 可以把它 很快的看出來 這地方的話 我想等一下我們再來看好了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就是說這個地方 會出的部分呢 記得剛剛應該是少一個動作 就是這個上面配置 其中配置的部分 也還是要找到你自己的類別 才會正確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OK 那我們也先 再下課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